说昨天经过家里的水煲的时候就在想 如果特地煲走里面的水,不知道会剩下什么呢? 这层白色的残留物是因为本身溶在水里的碳酸氢钙和碳酸氢尾 在煲的过程中释放了二氧化碳,变成难以溶解的碳酸钙和碳酸尾 最后就会积聚在锅底部 其实这个现象在家的热水会同样都会发生的 这些积聚被称为水灸,当然因为这些只是矿物质而已,其实是无害的 但当你长期不理它的时候,底部的钙就会越积聚越多 到最后积聚到像腎石那么大一粒,其实都挺可恶的 所以如果看到的话,最好都以合适比例的醋和水洗洗它 提起矿物质,对水来说最直接,其实是会导致有不同的味道 有品水师表示,概能令水更加滑,尾会变苦,纳会变咸 所以就发现,平时我们最常接触的蒸馏水和矿泉水 为什么在味道上会有少许分别呢? 蒸馏水应该谈而无味,是因为在蒸馏过程中 水里面的矿物质已经流失了,而矿泉水就相反 所以会有甜、咸、稀味 而不同牌子的矿泉水会流进不同的地方 所以拥有的矿物质成分都会不同,引致味道都会不同 举个有趣的例子 全球最高美含量的矿泉水呢? 就是这一支,叫ROI... 怎么读呢? 就是这一支,叫ROI的水 是来自斯拉文尼亚的 因为美是苦的,所以这支水是有强烈的苦结味和金属感 喝起来是很难入口的 一支500毫升的水,大概买在港币180元左右 有兴趣又嫌钱多呢?就可以去买了 除了天然的泉水之外 有品水师也曾经以无添加的人工方式 透过改变天然矿物质的比例 去调整出自己想要的味道 就好像野食调味那样 而其中的表表者,就是这支全球最贵的矿泉水 比伐利山庄9OH2O 这支水被形容为香檳 好像C的光滑,难以智信的爽脆 異常新鲜的口感,是不是很特别呢? 即是怎样? 即是一支水竟然有水果的味道 很fruity,好像香檳那样 但为什么那么贵呢? 因为支水的瓶盖是由600粒白鑽 和250粒黑鑽的装饰 咳咳咳,先回来 水又怎知味道那么简单 也会影响生活 事实上,水里面丐同味的浓度 称之为水的硬度 简单来说 总硬度120mg per lit以下称为软水 相反,就称为硬水 香港的水是来自冬干水 而干水的货物质是会比较少 属于软水 中国的北方和外国 水源大多来自高山或者地下泉水 井水等等 所以货物质多些是属于硬水的 以洗衣作为一个例子 如果用硬水去洗衣的话 纤维就会被破坏 棉脊的衣服慢慢会变得不有缘 并且会影响到肥皈去脊的能力 但同时间,那越软的水是否一定越好呢? 那又不是 看你干什么 用某个程度硬度的水 去摧取出来的咖啡会更加有风味 所以其实在不同时候 可以用不同硬度的水 但素化来说 的确软水的用途是广点 比较适合人去使用 而到最后 当你回看我煲的时候 你就知道 没错了 越硬的水 就因为有越多的丐同比 煲干了之后 就会有更多的沉淀物 你就可以分辨一下 究竟 家里的水有多硬 啊 by the way 忘记一提 软水记得不要放弄老头 因为 软水不能救更火